创世记第30章 雅各的儿女 耶和华见利亚失宠 就使她生育 拉结她不生育 利亚华人生子 就被她起个名字的座里面 因而说 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 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 他又华人生子 就说 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 所以又赐我这个儿子 于是被她起个名字叫西面 他又华人生子 起名叫李美 他说 我被丈夫生了三个儿子 他必与我联合 他又华人生子说 这次我要赞美耶和华 因此被她起个名字叫尤大 这样才停了生育 拉结见自己没有被雅各生子 就直到她姐姐对雅各说 你给我孩子 如果不是我就死了 雅各向拉结生气说 叫你不生育的是神 我岂能代替她作主呢 拉结说 有我的子女辟拉在这里 你可以与她同房 使她生子在我室下 我就因她而得孩子了 拉结就将她的子女辟拉 给丈夫为妾 雅各就与她同房 辟拉就怀孕 被雅各生了一个儿子 拉结说 神伸了我的冤 亦听了我的声音 似我一个儿子 因此我给她起个名字叫尤大 拉结的子女辟拉由华人 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 拉结说 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 而且得胜 于是给她起个名字叫做拿弗他利 利亚见自己停止了生育 就将子女色柏给雅各为妾 利亚的子女色柏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 利亚说 万行啊 于是给她起个名字叫加德 利亚的子女色柏 又被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 利亚说 我有福啊 众女子都称我是有福的 于是给她起个名字叫阿切 割墨子的时候 里面往田里去 尋见风家 拿来给她母亲利亚 拉结对利亚说 请你把你儿子的风家给点我 利亚说 你夺了我丈夫还算小事啊 你又要夺我儿子的风家吗 拉结说 为了儿子的风家 今夜她可以与你同寻 到了晚上 雅各从田里回来 利亚出来迎接她说 你要与我同寻 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风家将你顾下了 那一夜 雅各就与她同寻 神应允了利亚 她就怀孕 给亚各生了第五个儿子 利亚说 神给我价值 因为我将屎女给了我丈夫 于是给她起个名字叫以撒家 利亚又怀孕 给亚各生了第六个儿子 利亚说 神赐我厚索 我丈夫必与我同住 因我给她生了六个儿子 于是给她起个名字叫西布伦 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 给她起名叫底娜 神故念拉结 应允了她 使她可以生育 拉结怀孕生子说 神除去我的羞耻 就给她起个名字叫弱室 意思说 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 雅各和拉班定公嫁 拉结生约失之后 雅各对拉班说 请打饭我走 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 请你将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 和儿女给我 让我走 我怎么服侍你 你都知道 拉班对她说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请你仍与我同住 因为我已经算定 耶和华次福与我 是为你的缘故 又说 请你定力的功嫁 我就给你 雅各对她说 我怎么服侍你 你的生畜在我手里 你是知道的 我未来之先 你所有的好少 现今却发大众多 耶和华随我的脚步 赐福与你 如今 我什么时候 才为自己卿家立业呢 拉班说 我当给你什么呀 雅各说 什么你都不用给我 只有一件事 你若答应 我就营救木放你的羊群 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 将绵羊中 凡有点的 有斑的 和黑色的 并山羊中凡有斑的 有点的 都挑出来 将来 这一等的 就算我的功嫁 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功嫁 凡在我手里的山羊 不是有点有斑的 绵羊不是黑色的 就算是我偷的了 那就可以证出我的公义了 拉班说 好啊 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 当日 拉班将有文的 有斑的 公山羊 有点的 有斑的 有杂白文的 母山羊 并黑色的绵羊 都挑出来 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 又使自己和雅各 相离三天的路程 雅各就目仰拉班 其余的羊 雅各 拿羊树 杏树 枫树 枫树 枫树的暖枝 将皮剥成白纹 使枝子露出白的 将剥皮的枝子 对着羊群 插在饮羊的水溝里 和水槽里 羊来饮的时候 品卯配合 羊对着枝子配合 就生了有纹的 有点的 有斑的 雅各 将羊羔 分了出来 使拉班的羊 和这些有纹 和黑色的羊 相对 将自己的羊 另放一处 不叫他 和拉班的羊 混习 到羊群 肥装配合的时候 雅各就将枝子 插在水溝里 使羊 对着枝子配合 只是到羊 受药配合的时候 就不插枝子 这样 受药的 就归拉班 肥装的 就归雅各 于是 雅各 极其发大 得了很多羊群 不肥装 磋肥装 通路